中共特戰部隊若快打工台能否成功? 中共內鬥已到生死關頭 改朝換代不可避免? 開戰先少俄羅斯特設駐烏克蘭使館人員 傅政華讓上央視防範其輕生細節曝光 中共副外長揭底中共 兩億多家庭沒有抽水馬桶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1月4日 簽署中央軍委2022年1日命令 向全軍發布開訓動員令 宣布2022年軍事訓練開訓 中國媒體隨後發布解放軍陸軍開訓視頻 只見特戰人員搭乘直升機快速機降 有台灣將令表示 他利用這種特襲方式快打對台的可能性確實存在 台灣前空軍副司令張彥廷中將表示 中共打台灣只有兩種方式 第一個是全面打 第二個是快打 全面打就是導彈 無人機這樣過來叫全面打 快打就是垂直戰 或立體作戰 特種作戰 快打速決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舒孝華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 至2021起 台灣學界和軍方就有關注到中共 可能正在發展直升機機降這種新的特襲作戰模式 舒孝華說 很多人猜測 中國會不會用這種特殊的兩棲特襲模式 用直升機載運特戰部隊 以低空落海的方式飛行 然後直接穿過台灣的海岸線進入內陸 進行這種特種作戰的特襲 這種可能性現在看起來是存在的 舒孝華說 中共特種作戰部隊 或不是大規模部隊作戰時的主要戰力 但它可以對台灣重要的正經設施 實施特襲或斬首 在中共發起攻擊時發揮加成效果 對台灣傳統的軍事戰略形成重大挑戰 不過舒孝華也說 解放軍過去其實沒有三棲立體登陸的實戰經驗 所以它到底有沒有能力 進行一場陸海空聯合作戰的戰爭是個問號 在面對台灣強大的彈道飛彈防禦網 和源頭打擊能力時 解放軍第一波火力攻擊會產生多少戰損 它們其實無法評估 在渡海登陸的過程 萬一中共船艦被台灣的飛彈巡邏艦擊傷或擊沉 這種風險承擔 它們能否承受亦有疑問 分析人士說 台灣除了對於情報的掌握 必須更加深入確實外 若能向美國買得F-35短長起降的力宗戰機 將會對台灣的空防很有幫助 隨著中共二十大的迫近 有關中共內鬥的傳言接連不斷 有分析認為 習近平和各個反習派勢力的鬥爭 已經進入近身肉搏的階段 1月16日 前中共海軍司令部中教姚成受訪時透露 最近他從中共軍中的朋友處收到消息 軍隊有人聯合咨詢習近平 第一封信是解釋當前對台灣開戰不可行 可能有亡黨亡國的危險 第二封信是勸習近平放棄連任 取消領導幹部中申制 避免文革再現 維持黨內集體領導 姚成表示無法證實消息的真偽 不過空月來風未必無因 政治學者黃君圖指出 中共官鬥局勢已經到了生死關頭 而且近期發生的社會事件 亦疑似與中共政局有關 例如深圳羅湖有人在街頭打橫幅反襲的事件 當事人很可能是個造官的 因為這個人叫的口號非常政治化 他說改革開放的路線被否定了 中國就完了 不只是老百姓說的 黃君圖還指出 1月7日發生的重慶機關食堂爆炸事件 亦有疑點 該事件應該衝著習近平來的 可能影響到習親信陳敏爾接班之路 黃君圖分析 官方稱事發後3小時內 調派了50架消防車 20架起重滑掘車 但現場照片中 沒有見到多少車 而且有住3種衣服的工作人員 一種是解放軍的衣服 另外是橙色和淺綠色的衣服 黃君圖說 夠了用不到50架消防車 重點是不讓老百姓靠近 但應急管理部調了20架起重車 亦是對著消防車去的 就是你不讓我去我就去 黃君圖認為這都是權力鬥爭的表現 黃君圖說 習近平除了要連任 還要其政治路線要得到確認 他還需要建立一個長期的共產黨領導集團 建立一個強大的習家軍 習家軍關鍵人物 現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 一直盛傳張進京 可能在中共二十大入上 黃君圖說 中共二十大前 反對習近平的人就藉著一些天災人禍 要令他人事不能到位 黃君圖說 這個就只是要地震了 很多事都出來了 中國歷史上 人類歷史上出現大疫的時候 都是要改朝換代的時候 烏克蘭和俄羅斯戰環密報之際 紐約時報1月17日報道 俄羅斯1月已陸續撤走 駐烏克蘭多個領事館的人員及家屬 報道稱 這個或是莫斯科的宣傳手段 亦可能在開戰先兆 但不排除是假動作 路透社報道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19日將赴烏克蘭會見 扎倫斯基總統 再次嘗試用外交手段 緩和俄烏局勢 美國參議院跨黨派團體 星期一亦訪問基庫 承諾提供武器抵禦俄羅斯入侵 紐時報道分析 俄羅斯此舉是想進一步 施壓美國及其盟友 認真考慮俄方有關挖難 不能入不約的要求 以及不約核武重型武器士兵 必須從前蘇聯共和國國家撤走 不過俄羅斯外交部18日強調 駐基庫大使館仍照常運作 紐時14日報道稱 俄羅斯退役中將布津斯基預測 俄羅斯將對烏克蘭發起有限戰爭 通過毀滅性空襲 摧毀烏克蘭所有基礎設施 而迅速致勝 而美國中情局可能在波蘭 羅馬尼亞和斯洛伐克等國 為烏克蘭培訓起義軍 美方高級官員也透露 五個大樓正研究五六種應對俄羅斯 入侵烏克蘭的方案 美國參院代表團當地時間星期一 和烏克蘭總統扎倫斯基會面後 民主黨參議員布魯蒙梭 在新聞會上談到 除對俄羅斯實施嚴厲經濟制裁外 還將向烏克蘭提供致命性武器 包括反坦克軍母標槍飛彈、刺針防空飛彈、小型武器和船艇等 此外 英國也會提供烏克蘭輕型反裝甲武器系統 加拿大會派遣特種部隊支援烏克蘭 上星期 美國和北約與俄羅斯在歐洲進行系列外交談判 但未能解決重大分歧 拜登政府指責俄羅斯準備假期行動作為侵入烏克蘭的藉口 俄羅斯否認了這個指控 中共公安部袁副部長孫力軍日前在電視認罪後 另一名落馬的袁司法部長、袁公安副部長傅政華也隨之亮相 鏡頭顯示傅政華是一份被調查的文件簽字 當局防範其輕生的細節也被曝光 1月15日由中共中紀委與黨媒央視聯合製作的反副專題片寧容忍 第一集《不負14億》播出 該片首次曝光孫力軍政治團火案 被稱為頭號鶴利的傅政華也在專題片現身 專題片在這裡介紹孫力軍案後 加上一句旁白 中央已決定對司法部原部長傅政華等人立案審查調查 緊接著鏡頭顯示傅政華在一份文件上簽字 顯示他也捲入了孫力軍案 畫面中傅政華上身只是穿了一件灰色的圓領衣 而且簽字用筆亦與眾不同 是一支戴著大型源頭的藍色筆 外界注意到這種用筆通常是為防止案發輕生而特別製造的 早前有大陸媒體曝光 中紀委在調查落馬高官時 為了防範他們輕生 從走廊到房間的牆壁都包裹著一層軟軟的口纖維 這種設計不只是用來防範嚴犯、撞頭輕生 而且還有隔音功能 換句話說如果嚴犯,在裡面蠔叫 外面也很難聽得到 為這些嫌疑人提供基本生活用品 通常為防止輕生而特殊設計 包括一年就變形的龜膠財質牙刷 筆鋼和筆森都具有柔軟彈性的簽字筆 特製的飯殼等等 時事評論員唐靖遠分析 從官方對孫力軍和傅政華捆綁一齊進行處置來看 兩案是有關聯的 當局為了穩妥 採取了逐步削弱傅政華權力 用兩年時間逐漸將他邊緣化 剝離他的屯火勢力 直到他被吊到政協 去完全擔任一個閒職以後 才開始正式對他進行調查 外界預計 隨著孫力軍政治團訪案被曝光 下一步對傅政華案的調查 預計亦將公諸於眾 1月18日中國人民大學舉辦2022宏觀形勢年度論壇 中共副外長諾玉成在看幕式上發表演講時 真面透露了中國當下的社會現狀 諾玉成說 要知道中國還有10億人沒有坐過飛機 2億多中國家庭沒有抽水馬桶 中國人獲得大學本科以上教育的比例僅有4% 而美國卻有25% 他認為這才是中共應該高度重視並努力改變的 諾玉成的上述言論 是繼中共總理李克強在2020年兩會發言後 又一次透露了中國社會的真實情況 據悉中共官方此前不止一次宣稱 中國已經實現了傳播脫貧 創造了人間奇跡 2020年11月23日 中共黨媒報導稱 貴州當日宣布最後9個深度貧困院 退出貧困院序列 這不止標誌著貴州省66個貧困院 實現全體脫貧 也標誌著全國832個貧困院 全部脫貧集母 全國脫貧任務已經完成 但外界普遍認為 在疫情持續肆虐之下 中國不少產業已經停擺 經濟遭受重創 在這種情況下 完成脫貧任務 並不現實 incor所及民主兵 그�齊 酒 水 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